馬太哥 大家好,我是今年來輕眼自動實習的實習生 我叫周玉塔 這個是我第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莊經理有跟我們提到的這個表面出套路浮袍 那表面出套路浮袍 我簡單的敘述就是分這四種 還有一個三角形的進度是最底階的 然後一去上四個三角形 然後上面是有它的公差 以及 以及可能需要加工注意思想 然後再來就是遇到問題點的是幾何度 像是有些機台的增值度啊 還有它的增遠度 它有沒有在同心 因為我們有些是軸跟孔的配合件 那個公差越大的話 那我們可能導致說 沒辦法磨合的很順利就是 但是需要用到一些可能要拋光之類的 那增值度的重要性是因為 兩個磨跟兩個磨之間相加的時候 那物差越少 那我們的磨的合磨力道也就會越平均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這是我剛剛講的軸孔配合公差 H是為中心的 通常軸的話是一定會小於 是通常都會小於孔 因為他們要做配合 然後看是要魚系配合呢 還是要緊配合還是要送配合 然後下去做決定 這是中逢的 配合公差 然後再來是螺絲的選用 我一開始遇到的一個問題點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戰 其實我不知道六角螺帽到底要怎麼走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怎麼 要怎麼跳到他的長度 對 那最簡單的方式是告訴我說 使用有效牙圍外徑1.5x1.5倍 當選用的牙場 他的M代表螺絲的外徑 L則是代表螺絲的長度 那外六角跟內六角用的實際點 用的地方大概不同 外六角是通常我們是用在方便採裝的地方 那比如說是四個滑輪推車滑輪外面 因為如果用內六角的話比較不好拆裝 那回調的時候也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們通常會選用外六角 那至於內六角的話 我們是一般正常都是用合金鋼的內六角 所顧機台及機構部分 然後如果會有偏孔的話 可能會再加裝一些桃花絲啊平華絲啊 增加他的同性度 使他比較不會偏移的這麼 使他至終啦 然後再來就是建築池了 那建築池的話 我是還沒來公司 是還沒遇過這個東西 不過其實我也不清楚Sensor是怎麼樣 我看不止 放作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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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不可能拿錯照片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這個是門 這個門旁邊兩個檔 光摩 對照適合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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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適合光摩誰是 他是一組 他有兩個 然後知道電子指 可能就是跟感應器是類似的 可能他到一個一定的電子脈 從他那個會感應起來 他就是會 可能就是決定說 他是退回還是 進這樣子 然後這是KL9的機台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機台是大概完成一半 外觀結構上 我們是有幫忙鎖 火鍋 那個 馬達 然後四伏馬達 電熱器 加熱棒 還有 減速機 然後通常都是使用 1比100的減速機 依照 需求 我們可能會改用 1比60 像那個 有一台 因為可能減速機的比率太大 我就改 改用 改字變成 1060 然後是K360 這個是 Bump 然後像是油壓箱 然後這是K360整體 雖然 雖然 那時候還沒有上 自動化的這部分 這樣子 那 我參與到 他的 所顧的鋼筋 其實 在學校也沒有那麼多機會 摩好鋼筋 這一塊 那個 他的作動啊 什麼的 然後現場是真的 直接就是看到 他原來是這樣作動的 然後 然後 油管上面 可能 可能還不是這麼 這麼熟悉 因為 畢竟配管的東西 平常也比較少機會摸到 然後 誰注意的事情也很多 當是臉還是血 對 這個是K320 那時候 我們 守護那個 守護頂出鋼 然後 以及 加熱電棒的照片 因為有些變形啊 那真的是有一些難度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還蠻 還蠻辛苦的 疫情 那這些都要加 高溫氣 因為 他們是加熱的 izado między 溫度大概到270 270度 左右 那如果不加的話 很容易 受到變形 螺絲,螺絲鋼 鎖固的話是要對角鎖 原因是因為讓螺絲受力平均 然後有一定的鎖緊程序 像是可能先含大概 然後之後要90度 然後45度依序鎖緊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確保 我們所有螺絲的受力是平均的 最後再用加力一棒來確認說 他是已經所不好了 這是圍橋 圍橋就是像有些毛邊 這個會遇到軸承進不去 軸承進不去怎麼辦 但不可能說 用破壞式的一方式 我們就是一樣用受力平均的方式慢慢的軸承 就是這樣子慢慢的微調超打進去 有些毛邊會干涉到一些加工件及密合度 所以那個去掉毛邊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一方面也是會很安全性 因為有時候不小心碰到啊怎麼樣 他就是會受傷 這個是耐摩板 這是K360的耐摩板 那 他主要是 不要讓那片 中心碰盤 那個 那片盤子 讓他 轉盤對不對 對 轉盤讓他接觸 太多 讓他接觸單邊啦 這樣子會磨損 會磨損那個轉盤 然後也會使得轉盤無法平衡 無法 要到我們自己需要的精度 那 這是我肚酷的 東西 是 其實我覺得肚酷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因為 你才知道你自己所剩的料還有多少 那 一方面是減低成本 降低 不必要的那個 浪費 因為一般還就有了 那就是可以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你其實 不需要浪費在那塊零件上 可以 可以 清楚的明白 知道自己還有 還有多少褲子 還有是鋁脊的鎖 鎖 因為鋁脊有分 有分 可能用 M6的 牙鎖的 還是M5的牙 還有一種是 方正 就是 四方形 那就是剛剛好是 鎖部 魚脊的那個東西 使得它不會 變形啊 或是 可能就是固定用的 那還有這個 膚色的膠帶是為了噴漆的時候 要注意有些地方 其實是腫 那些是不必要的 不需要噴漆的地方 需要它保有一定的緊度 然後會用 膚色膠帶給它保持住 那 我的報告可能就是這樣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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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就想整個程序的部分 那我們先等兩個多個報告完之後 再來 請各位 - 請你先去做吧 - 請你先去做吧 - 請你先去做吧 - 你們飯都吃完了 - 助迪都轉移到我身上 - 原本我加英文是因為我想說Johnny跟Wance會上來 - 所以我會加了英文 - 後來發現沒有上來 - 所以我就把英文都去掉 - 前面還是有幾個英文 - 好 再來我是銀杰 -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下 - 這兩個月來的一些心得 - 那我先用幾張照片來做一個開場牌 - 這是K360 - 兩個月前 - 這是K360 - 現彩的360 - 這是兩個月前的我 - 這是現在的我 - OK 那為什麼很難 - 我為什麼要放這兩張機 - 我想說開門見山就是說 - 為什麼我要介紹360這個東西 - 是因為就要來說就像我們親兒子一樣 - 雖然他不是我設計的 - 但是我是從他還沒噴漆一看就開始看到他 - 然後到現在幫他配線幫他用什麼 - 就要來說他教了我很多東西 - 我1360這台機器來告訴你們說 - 這兩個月以來我所學的功課 - 這是我第一天上班的時候的照片 - 剛來到這間公司的時候我在想 - 這公司要做什麼啊 - 因為其實我以前有待過工廠 - 但是它是生產型的工廠 - 我們一天要做一個快三快二的那種電子磚頭 - 每天十幾萬隻 - 所以那時候我很清楚我們的工廠在做什麼 - 就是在做這個磚頭 - 不知道我們的目標是做磚頭 - 但是剛來到這公司的時候我不知道 -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東西 - 一進去也沒看到那個流水線啊 - 也沒看到什麼東西 - 我們到底是做什麼啊 - 所以剛開始的 - 原來只是 -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 - 噢 是組裝機器 - 我們的東西是其實發包給外面的廠商 - 加幫我們做 - 然後我們再把它做組裝的工作 -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覺得 - 應該是Easy啦 - 應該是很簡單 - 裝上搜索螺絲就好了 - 先做啊做啊做啊 - 剛開始呆呆的 - 師傅帶我們去那個 - 因為要噴 要噴洗 - 可思教在這裡把它踩在上面 - 噴得很開心 - 用不得很開心 - 就是我們前幾天 - 剛來前幾天 - 我們其實在做一些清潔打雜 - 或是這種東西的事情 - 還沒有接觸到 - 所謂很核心的東西 - 但是 - 有一件事情後來影響了我 - 我算為中心配盤事件 - 好 那這是什麼事件 - 那時候我記得那個 - 配盤還沒裝上去的時候 - 就是它的中間的那個孔 - 跟它的培鈴 - 那是培鈴 - 它就是說 - 做我一個人的太大 - 然後一個人的那個培鈴就是 - 會空中 - 然後就發現 - 欸 怎麼辦 - 我們要看事物怎麼辦 - 因為其實 - 你今天假如做大 - 你東西做大 - 做小的話 - 你可以把它 - 因為這是內孔 - 假如今天你做得比較小 - 那你可以把它去啊 - 用那個什麼沙輪 - 還是什麼東西 - 把它用小 - 用大 - 但今天它是做大了 - 你沒有辦法讓它變小 - 所以該怎麼辦 -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看到 - 我們師父就用進了一些 - 各種方法 - 有黏膠的方法 - 然後有一些是用比較破壞性 - 有可能用中間打 - 旁邊打一下 - 然後利用塑形 - 咬住中間那個東西 - 所以這件事情讓我學到什麼事情 - 就是所謂的 - 見招 - 拆招 - 今天我們今天在做這個東西 - 其實是現 - 我們現場只要現配 - 讓我們其實所有東西 - 都從外面的廠商發包回來 - 但是我們當然不可能要求 - 廠商的東西百分之百 - 一定完全正確 - 就連我們實際在創造的時候 - 也會出現到很多 - 可能孔偏了啦 - 位移啦 - 或是孔太大太小 - 我們需要臨時做一些所謂的 - 會見招拆招的動作 - 所以今天孔外呢 - 我們就重新打動 - 或是把它變成長屍孔 - 然後把它鎖步 - 比較壓 - 然後假如之前 - 我就開玩笑說 - 那個師傅你們在烤BBQ - 他就說是 - 重新配盤跟耐摩板 - 因為像玉堂剛剛講 - 它有一些地方是有點偏的 - 所以那時候師傅就用 - 加熱器 - 你看加熱器 - 把這邊加熱就當冷縮 - 就讓冷縮以後 - 讓這個培大一點 - 然後拿下來 -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 學校不會教你這種東西 - 它不會教你建招、採招 - 它只會教你螺絲 - 怎麼計算、怎麼用 - 但實際上 - 這是戰場 -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做這種東西 - 其實就是有很多 - 除發狀況的需要我們做課 - 所以我覺得一個很寶貴的功課 - 功課就是我們必須懂得建招、採招 - OK - 所以之後 - 這件事過後 - 就慢慢開始學比較多的東西 - 索羅斯的方法 - 然後遇到很多限配的問題 - 像說這個 - 呂吉耶穌碼 - 自己在那邊打動 - 自己抓到位置 - 我們都以為它動不用好 - 其實搞半天這些動作 - 我們來自己來 - 好 所以我們就抓 - 後來我們接觸到K360的氣壓裝置 - 這邊很好玩 - 因為那時候 - 我們以前其實沒有看過 - 有看過所謂的三式圖 - 出龍3D的那種圖 - 但是沒有看過所謂的縫錶 - 就是這個 - 有配很多這種東西 - 然後我們看在那個圖面的東西 - 所以我們就很新鮮 - 我們看這個東西就可以 - 我們只要看這張東西 - 我們就可以把東西裝出來 - 所以那時候 - 前一刻就教我們 - 裝這個 - 氣的這個裝器 - 電磁板 - 氣的電磁板 - 其實我們在學校有 - 有學過氣壓 - 所以對我們來說 - 其實不是很陌生 - 所以我們就 - 順理成長 - 然後我們慢慢裝 - 裝 - 然後這邊是可蹦掉 - 這是K3600 - 自走周轉 - 開車 - 然後就裝了 - 但是後來 - 發生了一件事件 - 叫做牙套事件 - 喔 這些東西 - 讓我們 - 讓我們痛不欲勝 - 這件事是這樣的 - 就是 - 當然我不是要怪現場 - 哪一個 - 沒有我說要怪誰 - 但是我就 - 分享經驗 - 對那一次好像是 - 我們發現 - 我們要羊羁處理 - 但是牙套也衝進去 - 哎呦 - 然後羊羁後來發現 - 因為羊羁它是那個 - 它會泡到那個水裡面 - 是高腐蝕性 - 就把裡面的那個牙套腐蝕掉 - 然後怎麼辦 - 我們那時候想說 - 可以把牙套拔掉嗎 - 這樣裝嗎 - 幹嘛裝 - 但是 - 日本 - 日本的那個 - 科夫要求 - 一定要裝牙套 - 我們必須慢慢 - 一個一個的 - 把牙套拔出來 - 所以我覺得 - 今天一個禮拜真的是痛不一生 - 我才會黑暗時期 - 我們一天到晚就 - 幾乎一天到晚 - 都在把牙 - M6 M5 - 還好是 - M3 - 大眼睛小眼 - 長到一開始長生夜 - 我就拿那個 - 拿那個剪刀把那個 - 它是零碎 - 拔出來 - 拔出來 - 拔出帽樣 - 一個一個 - 有時候這個板子 - 我記得M3的 - 還M4的都有 - 二十八個 - 一個一個把牙套出來 - 噢 真的是 - 這個在我們的時期裡面 - 所以我真的是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 所以這件事告訴我們什麼事 - 它告訴我什麼事 - 我就說 - 順序有所謂的專攻 - 就是其實 - 加工 - 它會有所謂加工順序的問題 - 像前面的那個東西 - 前面的充氣配板 - 就是那時候好像 - 它的溝槽是用洗 - 原本是要求用洗的 - 用車的 - 還可以在童心園上 - 但是後來廠商還要生不洗的 - 所以這洗就有款的位置不一樣 - 那就導致裝配有可能會有問題 - 所以裝配的順序 - 還有它的加工順序 - 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 我們要發現 - 原來這件事是很重要 - 像剛剛 - 小事就是大不了 - 像剛剛拔牙號 - 但是大事 - 有可能出光 - 另外的作病 - 所以我們這次牙套事件 - 然後我們深深體會到就是 - 你做東西 - 或是你鎖東西 - 不是來了 - 就鎖上去 - 其實你要 - 它會有所謂裝配順序的問題 -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 所以之後 - 好 我們就繼續 - 牙套 - 那個禮拜上面過了以後 - 我們就開始 - 又可以繼續裝東西 - 我們就把它裝上機台 - 然後裝上機台 - 那時候配電的師傅 - 雨風他們也有來 - 然後就跟著旁邊看他們的配品 - 好 - 然後就配 - 幾乎都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了 - 但是後來 - 有段時間是停止的 - 就是 欸 - 前面速度都很快 - 有那個tempo是很快 - 但突然 - 欸 變慢了 - 啊 為什麼慢 - 因為那時候 - 有段時間東西來得慢 - 所以那時候我們想 - 為什麼東西來得這麼慢 - 然後才發現 - 其實那時候我們才了解到說 - 其實一個公司組裝 - 尤其是組裝我們這種 - 呃 這種 - 外包給廠商的這種東西 -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 我稱它為準備的重要 - 其實原本叫後勤的重要 - 這邊準備詞就是所謂的 - 料進來 - 料 - QC - 料取 - 叫貨 - 這件事也是相當重要 - 孫子兵馬說 - 兵馬未動 - 兩早先行 - 就是你兵還沒出 - 但是你的食物也要先準備 - 在組裝吸引器之前 - 我們都必須把所有東西 - 東西來料 - 我們叫QC - 或者說 - 確定好這個尺寸的問題 - 怎樣去檢查 - 這些東西都過了以後 - 我們才能可以進入所謂的裝備階段 - 所以那時候我看 - 玉塔 - 後勒 - 她一天到了臉的癌 - 就是要看那個 - 臉都綠了 - 就是看這些 - 一些這個 - 就叫制令檔 - 這樣 - 一想到我來看這些制令檔 - 我覺得她好可憐 - 她老不是做這一行 - 但是現在我會 - 帶比較囤進的那種眼神看 - 阿勝哥 - 你們也是附著叫這種東西的 - 才知道 - 原來你們是重要角色 - 其實公司每個都很重要 - 所以人發現原來 - 其實這種東西是準備 - 也許很多事情用在人身製造物 - 很多事情要先做好準備 - 而不是就直接上台 - 所以這個功課讓我們學校 - 其實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 所以之後 - 欸 - 慢慢的 - 幾乎都差不多了 - 我說機構方面也都沒有差不多了 - 我就進入到了K360 - 自動化系統 - 就是這個機械守備的這個階段 - 那這邊的話就是 - 在這個時期我有很多 - 剛好我被分配到這個工作 - 所以我有很長的時間可以 - 所謂的個獨立作業 - 那你知道一個人獨立呆久 - 就胡思萬想 - 就是你會有很多時間去想東想西 - 其實這時候我就在想說 - 欸 這個管子要怎麼配 - 這個東西總用 - 然後我就在想 - 像這時候我會想說 - 有時候這個東西為什麼要裝這邊 - 為什麼不裝那邊 - 這時候你會想說 - 你會質疑說 - 為什麼要設計 - 你會設計成這樣子 - 那等你實際上配線才發現 - 欸 因為它裝這邊是這個用意 - 才發現喔 它想比我們更多 - 我記得經歷 - 之前有跟我們講過一句話 - 它說設計你要看的不是點也不是線 - 更不是面 - 其實你要看的是立體的東西 - 你不能只看現在這個東西怎麼做 - 你要看它以後裝配怎麼去裝 - 你要看得很廣 - 你要看得很廣 - 所以我覺得當你在做這邊 - 這一塊在配線的時候 - 才發現欸 因為它這個設計不是不簡單 - 它有些軸管的一些技巧 - 是需要去cover - 所以這邊讓我學到的就是 - 你要有設計的思維 - 但我覺得這邊應該稱為獨立思考的能力 - 你要不要只是裝東西 - 但裝的時候你要去想 - 欸 為什麼要這樣裝 - 或是說 欸 可以能夠裝 - 對 - 所以之後就是 - 我這次看了就沾沾自喜 - 這是我設計的 - 我把這三個那個 - 等一下幾個吧 - 這邊 - 把這三個用螺絲鎖在一起 - 原本它們是 - 因為那個 - 私散在各處的東西 - 然後我選擇把它整個在這一塊 - 然後看得很爽 - 所以之後 - 欸 我也自己 - 印章有知道了 - 然後還有那個 - 我們那個 - 我們那個 - 我們那個 - 然後之後就這邊 - 欸 我就幾乎是自己 - 幾乎是自己獨立作業 - 然後就把這些線啊 - 把這些管子配線 - 把它配完 - 我就覺得 - 哇 看得很爽 - 乾不爽 - 所以 - 好 那今天沒看 - 最後 - 第五件事情 - 我覺得這次我目前為止 - 應該說來這公司 - 也算是另外一個創組 - 我稱它為 - 無中母身有數 - 好 - 這個是 - KS-L9的一個安全固定板 - 好 - 然後這是 - 這個經理前幾天拿給我 - 然後他就拿給我 - 今天你可以做這個 - 欸 阿佐 - 應該是我們制製的 - 他說 - 欸 我們要 - 這個要六五塊 - 喔 要六塊 - 然後材料呢 - 你要自己去找 - 所以我就開始 - 就靠北大 - 它的厚度是三到六 - 那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廢料 - 幾乎是二種六 - 很難去找到 - 三到六之間的那個厚度 - 所以我就找東找西 - 找個半天 - 終於找到那一片 - 所以我後來就找到這一片 - 看不仔細嗎 - 這邊 - 我把它換成白了 - 這是一片 - 十五公分乘十五公分的一塊黑鐵板 - 它的厚度大概四點多 - 我就拿這片來做 - 於是我就開始在上面劃線 - 然後把它分成六塊 - 這不是麻將 - 也不是那個 - 也不是那個柱血糕 - 然後開始在上面劃線 - 劃線 - 劃線 - 打動 - 打動 - 然後最後變成這樣 - 我要把它那個去除袖 - 看得很爽 - 好啦 其實這件事要告訴我 - 我覺得有趣的是 - 假如在我 - 來公司的第一天 - 你把這東西丟給我 - 其實我應該是做不出來 - 應該說 - 這個能力 - 其實我們高職生就能做到 - 但是我覺得這兩月培養的一種 - 把以前的那個功力找回來的感覺 - 現在我可以說 - 你們教課做的東西 - 好 我就去做 - 我知道工具在哪裡 - 我可以知道自己 - 我可以靠自己想法去說 - 欸 這個東西要衝哪裡 - 要衝哪裡 - 裝什麼地方 - 那我就去那樣 - 圖上有可能標 - 當然這是自己的想法 - 它是一個通口 - 翻漆的通口 - 它怎麼可能會有翻漆的通口 - 怎麼可能會有漆的轉頭 - 然後我想一下 - 應該是拿來鎖 - 應該是一個螺絲鎖 - 通過它的 - 所以只要我這個口能大於我的鎖那個螺絲 - 應該就夠了 - 所以後來不用給我給它 - 所以就會 - 比較會有點 - 就像前面的見招拆招 - 我會懂得隨機應變 - 並且 - 欸 靠自己 - 其實我現在就是獨立作業 - 我見這時候劉士文 - 每次都跑過來跟我說 - 劉士文 - 我覺得你很像那個 - 新爺的員工欸 - 都獨立作業 - 劉士文 - 我覺得 - 劉士文 - 所以這幾個月下來我覺得 - 有很多的改變 - 那改變的話是偏向於內心 - 那有些技能的部分是 - 其實以前就學過 - 其實一直來練東西 - 我們學校都有教 - 其實是我們有沒有把它 - 給實際用在我們的工作或生活上 - 所以後期 - 我們又回到了這張照片 - 那些實習所教的日子 - 好 所以 - 現在比較心得 - 我就用這張照片講 - 其實這兩個月來 - 感覺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樣 - 那 - 我相信每個人都記得 - 自己剛進公司的那個感覺 - 不管是好 - 那個回憶是好的還是壞的 - 但是我相信那都是一個 - 相當難點的經驗 - 所以對我也是一樣 - 好像是昨天發生影響 - 逐漸進來 - 今天就要出去 - 我覺得很特別 - 那 - 一直以來 - 其實我在實習的時候 - 我有一些 - 我有一些同學在別的工廠 - 或是別的公司實習 - 那 - 然後他實習的那個地方是 - 有白頭 - 就是有個人是 - 有個人像我們三養 - 那個是非常 - 非常大的一個公司 - 然後很了不起 - 他那時候剛入學的時候 - 他好像很了不起 - 好像很厲害這樣 - 好像進了這個公司 - 代表我成功 - 這樣子 - 但是後來 - 當我在實習過程 - 我有聽到他們講說 - 公司沒怎樣 - 壓榨員工 - 什麼什麼什麼 - 然後都學不到東西 -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 你不是又進了這個公司了嗎 - 為什麼你沒有學到東西 - 我覺得好奇的是 - 為什麼你學不到東西 - 我想問的是 - 我在疑問的時候 - 為什麼他學不到東西 - 我們應該沒有 - 智商應該沒有差太多 - 為什麼他學不到 - 這邊我講的故事 - 小華跟小明 -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 他們一起進了一間同經公司上班 - 那 - 他們進了公司上班以後 - 大約半年左右 - 小華就被升到經理 - 那小明又很不爽 - 跑去找總經理理論 - 總經理拍桌 - 為什麼那個小華已經當上經理了 - 我跟他進公司也一樣半年啊 - 我跟他智商或是什麼 - 學歷都一樣 - 為什麼他能比我 - 就是得到這個職位 - 然後這次總經理就講說 - 好小明 - 你到樓下去幫我看一下 - 我想吃冰淇 - 你下去看一下 - 我記得下面有一台賣冰淇的車 - 好 - 那小明就趕快下去 - 他在樓上來 - 那就說 - 那 - 總經理就問說小明又有什麼口味 - 他說 - 有芋頭 - 好 - 只有芋頭嗎 - 小明說 - 我再下去看 - 下去以後再上來 - 還有什麼口味 - 草莓 - 那請問下來 - 總經理就問 - 請問有沒有什麼 - 折架之類的 - 有什麼促銷 - 以後還有跑下去 - 再跑上來 - 總經理 - 草莓 芋頭 - 將打油 - 三球加起來 - 一百塊 - 好 - 那 - 還有 - 然後這時候 - 總經理就說 - 好你不用下去了 - 這是他叫小華進來 - 小華進來 - 總經理就說 - 幹嗎 - 說什麼事嗎 - 說什麼事分布嗎 - 然後總經理就說 - 小華你下去 - 那個冰淇淋車 - 幫我看 - 於是他在想去 - 小華上來以後就說 - 不知道總經理 - 這台冰淇淋車有 - 草莓 芋頭 - 奶油 三球 - 而且他們還有特別的促銷 - 三球加起來一百塊 - 而且他們還有打卡 - 或十塊錢的優惠 - 好 - 其實這件事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 你會發現 - 其實小華跟小妮他們差在哪裡 -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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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指定 - 一個動作 - 一個是 - 一個指定 - 一個動作 - 我這邊要凸顯 - 一個重要的 - 就是說態度的問題 - 其實態度是很重要的 - 他們兩個的態度 - 一個是 - 一個指定 - 一個動作 - 一個是我能 - 為公司衝到什麼價值 - 好 - 所以我覺得今天 - 為什麼回到剛剛 - 我說同學那件事情 - 為什麼他學不到東西 - 我覺得他有可能 - 當然我不是說 但是我覺得心態方面 它可能有可能出了點問題 我是個宗教信仰的人 當然我很喜歡聖經有一段話 他說在小事上忠心 意思是說在很小事上 我們也要去做忠心這件事情 人家說話說得好 一天和尚敲一天鐘 但是你的鐘也要閒 不然一直敲那個動作 所以一直以來我其實都是抱著這種心態去工作 雖然我不能保證我二十小時的話 都很認真 很盡心盡力 但是我相信我在做很多事的時候 我還是盡量保守守我盡心跟盡力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抱著這種心態進到這個公司 雖然你們當我是實習生 但是我當作這個是一個正直的工作 我就要把他當作一個實習的工作 我是實習生 但是我不把自己當作實習生 這就是我這兩個月以來一直保持一個態度 所以我覺得當然這種態度也有聽到一些好評 你們心情盡量滿開心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月起來 其實我覺得真的學到的是說 做事你必須要盡力 盡力 但任何事 不管是小事還是大事上 我們都要盡心盡力去把它做好 做滿 好 謝謝大家